硝烟一共有两个孩子 那么两个孩子谁更厉害呢 第一个孩子是硝烟和彩琳在收服陨落心炎十一外所有的 名为硝烟是一个女孩 硝烟拥有美肚沙的七彩吞天蟒血脉 在硝烟未出生前 硝烟便是帮女儿炼制了七品丹药天魂溶血丹来滋养身体 使其出生便拥有了痘宗的实力 但是依靠丹药突破痘宗 使得硝烟的痘气太过虚浮 于是硝烟炼制了八瓶五色丹雷的一时丹 让她伴随硝烟的成长 慢慢改变硝烟的体质 等到硝烟成为痘地后 由于血脉的原因 使得硝烟的实力直接突破到了八星斗圣 而且硝烟还继承了硝烟强大的灵魂力量 后来在星云阁跟随着药老学习炼药术 不过由于体质的原因 她经常需要休眠 另外硝烟还携带着硝烟的一缕地盐 实力异常强大 硝烟的第二个孩子是她何熏儿所生 名为硝灵是一个男孩 但她只在斗魄的结尾出现过 虽然我们无法从斗魄找到硝烟的实力究竟如何 但可以从作者的另一部小说《大主宰》中查看答案 硝烟和大主宰的主角牧尘交过手 结果是牧尘在硝烟手下连一招都过不了 由此可见硝烟的实力之恐怖 药老曾经表示牧尘是她见过最年轻的天至尊 不过硝烟却是继承了硝烟和薰儿的神品血脉 因此从天赋和血脉上看硝烟比硝烟更厉害 如果两人真的要比 估计硝烟会说 弟弟我成为八星斗圣的时候 你还没出生呢 而且要论家庭地位的话 姐姐硝烟让硝烟做什么 她只能听话赵左 因为姐姐欺负弟弟是血脉压制 由此可见虽然硝烟的实力更胜一筹 但在姐姐面前只能乖乖听话